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我是VIVI 林之一 我是阿豪 嗨 阿豪 你幹嘛 笑她 因為VIVI是第一次來錄影 那你先簡單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平常玩公主連結 然後荒野亂鬥 最近比較常玩這個 那我聽說有一款 你是不是最近也蠻有興趣對不對 對對對 我很期待很期待 罪惡王冠 這剛好我們上禮拜也介紹過 然後VIVI好像說動畫有看過 然後就 我超愛的 上次是封測而已 那之後會政治推出 那可能到時候VIVI可能就要關系一下 如果不知道 看一下我們上禮拜的介紹好不好 今天介紹的呢 跟剛剛那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這個DOTA自走期對不對 這個我懂我懂 你有玩嘛對不對 有有有 其實它是PC上面的 DOTA 2的這個模組做的遊戲 對 之前那個巨鳥多多工作室啊 它釋出了一張圖啊 就有一隻鳥 然後叼著一隻手機 我有看到那張圖 對對對 那這款遊戲的模式 其實應該蠻適合在手機上 對 我超期待它出在手機上的 因為它其實也沒有什麼複雜操作 就下棋嘛 光聽這個名字就很清楚 它就是操作上不用那麼複雜 所以其實感覺很有機會在手機上面推出來 好期待喔 對對對 其實如果真的在手機上 我應該真的會下載來玩 真的好玩 你先去玩PC的啦 我就是因為PC不太方便啊 如果真的在手機上 我真的還蠻有興趣的 雖然還不確定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介紹很多好玩的手機遊戲喔 來 請看本週的 手機遊戲做棒 現在市面上的刺激遊戲百百款 不過這款Bullet Lake 卻別有一番特色 遊戲採用2D橫向準折的方式 操作起來簡單許多 但也有反過來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像是跑圈時要留意上下的移動 因為地圖是橫向的走法 要是不小心離圈太遠 常常會因為找不到上下的路 而在圈外出局喔 射擊方面只要控制上下就能瞄準 雖然操作簡單 但是對高低差與掩護的利用 顯得更為重要 如果你自認是為刺激高手 非常推薦來挑戰看看喔 藍色星期又到了 又要回去面對枯燥的辦公桌了 實在不想工作的話該怎麼辦呢 趁著老闆不在 打開我今天不想上班 來逃避一下吧 遊戲裡我們要扮演千千萬萬 射處中的一份子 利用噴射辦公椅逃出公司 逃跑過程中要注意椅子的平衡 讓椅子平安落地就能夠提升速度 每成功落地一次 還會收到主管傳來的警告簡訊呢 不小心著體失敗的話 輕則把頭摔斷 重責被主管抓回去上班 究竟各位射處們能跑多遠才會被抓回去呢 Pirate Outlaws 槍與香蕉 是一款結合Rubalike 的單機卡片冒險遊戲 玩家將扮演海盜首領 在隨機的地圖上航行探險 目標是找出一條最佳航線 來獲得最多的黃金和聲望 一路上將有著不少奇遇以及埋伏的海盜等著你喔 遊戲採用回合制的戰鬥系統 玩家必須先觀察好對手的行動 再妥善地使用手牌 此外在出手攻擊敵人的同時 你還必須找出空檔、裝填子彈 在擊敗對手之後 你將能獲得全新的卡片加入你的牌組 讓你越戰越強 想要得到更多的黃金與聲望嗎 那就來這篇海域冒險吧 戰劍擰原畫遊戲 又增添一款生力軍囉 蒼籃續約中的戰機們除了有精美的3D模組 還有知名神優先生 在作戰海域中 玩家可以自由掌舵 控制艦隊行進方向 艦隊中有航母的話還能夠先鎖敵 發現敵人之後就能夠進入航空站 在正式交鋒前先削弱敵人戰力 遊戲戰鬥為即時至 在攻擊的同時也要注意閃避敵人的攻擊 攻擊手段分為主砲、護砲、戰機和魚雷 能夠使用的種類會依據初級戰機的類型來決定 艦隊的陣型和敵人的相對位置 也會對攻擊效果產生影響 雖然一開始會有點手忙腳亂 但在習慣戰鬥之後可是相當爽快的喔 當然如果你是想單純欣賞戰機們的美姿 也可以開啟自動戰鬥 就能夠輕鬆地欣賞華麗的演出囉 現在也能從手機上 跟夢幻迪士尼樂園裡的角色們見面囉 迪士尼巫師競技場 是一款集合迪士尼與夢工廠旗下作品的RPG 遊戲 玩家可以將米奇、毛怪、艾麗兒等熟悉角色組成三人隊伍 例如米奇可以召喚出幻想曲的魔法人偶 而毛怪可以打開傳送門用拳頭揍人 隨著等級上升 角色也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被動能力 雖然很可惜 遊戲目前只在紐西蘭和挪威的 App Store 上架 但如果你也是夢之國的粉絲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遊戲登台的那一天吧 Drake Quest 是一款關卡豐富的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遊戲 男主角 Jake 有天和女主角在大樹下吃著烤肉唱著歌 突然女主角就被妖怪給抓了 因此主角只好拿起一把畫多的大劍 踏上追尋女主角的旅程 遊戲中將有數不清的機關陷阱以及洪水猛獸 你必須透過細膩的操作與巧妙的走坎來應付這一切 此外一路上你還會慢慢獲得許多新奇的力量 像是踢牆、二段跳或是閃電衝刺等等 至於最終能否成功救回女主角 就等你來挑戰啦 Retro Rangers 是一款結合了經營養成 以及戰鬥要素的小品遊戲 玩家將召集來自四面八方的勇士 到各個國家阻止怪物入侵 在機制中則是要分派每個角色到各個設施中 分別有回復血量的醫療室 獲取經驗用的續面室 以及負責賺錢的地下礦場等等 每個設施也都能進行細項的升級 像是增加人數、提升效率、一步一步升級 可以讓設施的功能越來越好 戰鬥為自動戰鬥 玩家只要尋找時機使用角色技能 最後將Boss給擊殺就可以完成作戰 遊戲中角色十分多樣 每個角色都有獨特的技能 玩家可以多多嘗試不同搭配組合 來挑戰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吧 如果想找款將地牢冒險、Rookalike 以及卡片元素全都包的遊戲 那麼這款Card Crusade 絕對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遊戲中玩家將扮演勇者前往地牢冒險 經典的剃罐子、開寶箱、撿黃金都在裡頭 你將一路向下探險 直到擊敗第十層的大魔王為止 而遊戲的戰鬥則是使用卡片 你將透過在冒險中搜集到的各種武器和道具 想辦法擊敗一隻又一隻朝你而來的怪物 當達成一定成就之後 還能夠解鎖其他職業 帶來更多不同的玩法 喜愛卡牌構築融合地城探險的玩家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 大家最熟悉的韓國大廠NASON 現在又推出一款全新的2D動作遊戲囉 Majia Charma Sega 是一款橫向卷軸動作遊戲 職業分為戰士、戰鬥法師、靈魂術士以及騎士 遊戲中每個職業都有不同的技能和天生技 玩家可以自行組合三種技能 並搭配迴避和跳躍來施展華麗的連段 除此之外玩家也可以藉由提升技能或裝備來培育角色 並想辦法往更難的地圖邁進 遊戲目前尚未在台灣地區推出 有興趣的玩家就繼續鎖定後續的消息囉 喜歡與朋友一起戰地為王 但又嫌傳統策略遊戲太無趣嗎 要來試試看這一款戰地王作世俗爭霸 玩家可以指派數值英雄和部隊一同戰鬥 雖然戰鬥是自動進行 但玩家可以自行決定技能的使用時機和位置 甚至可以召喚巨龍來幫忙扭轉戰局 只要使用得當 即便戰力落後也未必會敗北 想要一直在戰鬥中順利的話 玩家還必須研發各種科技 並設置不同的建築 好強化士兵和英雄們的能力 除了內陣和戰鬥外 玩家也能在大地圖上派遍攻擊野外的怪物或其他玩家 藉此賺取獎勵或額外的收入 另外遊戲中也設置了貿易、鬥技等不同的特別系統 絕對能讓策略愛好者沉迷其中 有興趣的玩家就趕快加入攻城略地的行列吧 當成功是bras 滾小,全大駒雷,全多讓策定 突然貼走 後赴 tiny sådan